律政司決定不檢控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收取UGL公司的款項 但未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連日來有民主派議員都強烈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來解話 誰知發現他在案件公布號3天,15日開始休假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昨天討論 邀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席特別會議 說過聯絡不了鄭若驊的委員會主席梁美芬 他就說最後安排邀請鄭若驊出席例會 國往由胡思案開始、梁錦松案開始、黃建秋案 都有在這個委員會的先例 我們是拿個案件本身出來討論為何不檢控 我亦不認為我們需要打破我們一貫慣例 過去我們panel是講政策的 極少是講個案的 其實這裡每個人都有立場 我們根本的議員講極他們都不會接受 因為他們就是想進一步去打擊試壞 立法會法律顧問指 有市民就有關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根據規定不應該討論案件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就決定 不召開特別會議 我選擇不進行投票 我認為最好的方式 我亦都跟法律顧問和秘書談了 我們盡最大努力 看看能否安排到在下個月的例會 大家既然其實不同黨派 亦都是希望司長上來大家講講的 檢控政策或者專員來講解一下 我認為這個我會代表大家去邀請 鄭若驊在今次事件中休假 有媒體就比對 行政上官林鄭月娥上星期六說 相信律政司司長稍後也很樂意回應 但原來鄭若驊是在12月15日起開始休假 即是林鄭月娥說她會回應的時候 鄭若驊已經在休假著 至於有沒有處任的安排 律政司的發言人回覆立場新聞書面提問 就說司長自今個月審冒起休假 沒有就此看見 律政司發言人解釋 與其他司局長休假的情況有所不同 行上的處任安排並不適用於律政司司長 特定情況才會看見 資深評論員楊健興日前讚文說 鄭若驊偏偏選擇上星期放假 時間上極為巧合 令人想到的是刻意安排 律政司在不檢控梁振英決定公佈之後 理應要更主動地解決 不能夠躲避 但他不單止避得就避 不避得也避 楊健興也質疑如果建制派放生鄭若驊 愛變成害 將鄭若驊變成受保護官員 會令市民對他、律政司、整個政府和建制派感到可惡 民主派週日計劃舉行搜匯連結法治遊行 今次吳檢控梁振英事件影響更大 如果有部分市民有疑惑 政府是否有責任盡快解釋清楚 否則事件拖延下去 都會影響市民對現屆政府和本港法治的信心